夜宫好龙 楚国有个贵族 人称夜宫 夜宫非常喜欢龙 他家里的大门上会着龙 门路上叼着龙 家里的桌椅柜子上也眉着 来客人了 茶盘 茶壶 茶碗上 都是各式各样的龙 他坐在车子的马车上 叮着龙 他在衣服被子上也绣着龙 他也看谈话时 张口闭口都是龙 人们都说夜宫爱龙 爱到了极点 天上的真龙听说夜宫如此好龙 决定亲自去拜访他 这天中午 夜宫正在午睡 真龙粘头涂地爬在窗口里 醒了 夜宫睡梦中 开始梦着龙 口中还嘟囔着龙 叮着龙粘头 夜宫醒来以后 来到窗前 摄着龙粘头 猛然看见腹在窗口的真龙 妈呀 夜宫尖叫一声 退到墙角 吓得颤抖不止 真龙粘头 真龙见夜宫 闭着龙粘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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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了气 转身鼻子 好来 人们都嘲笑夜宫 喜欢假龙 不喜欢真龙 月宫后 就是来自这个故事 比喻名义上喜欢名 实际上并不是